一代帝鸡灭国后被迫成为五鸡 被亲哥哥灌罪宋敌国 惨遭轮番羞辱 最终鼓到破裂而亡 他就是宋朝最惨公主茂德帝鸡 茂德帝鸡本名叫赵福金 是宋徽宗最宠爱的女儿 也是他三十几个女儿当中最漂亮的 在赵福金两岁的时候 就被宋徽宗策封为福康公主 但宋徽宗总觉得这个封号 配不上自己的女儿 于是就相仿着王朝王鸡的称号 将公主改为帝鸡二字 因此便有了茂德帝鸡这个称号 随着他慢慢长大 赵福金的容貌也是愈加出众 甚至还有北宋第一美人称号 宋徽宗对赵福金的宠爱 不单单只是在称号上 对于他的婚姻大事 也是经过再三考量比对 在各路优秀青年中 宋徽宗最终相中了蔡经的儿子蔡条 虽然蔡经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奸臣 但儿子蔡条却是个不可多得的良才 俊男靓女天作之和 两人新婚后生活很是幸福 不久之后 茂德还生下了两个儿子 丈夫对其更是倍加宠爱 本以为茂德会这样一直幸福下去 然而突如其来的变故 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靖康二年 金兵进攻宋朝 懦弱的宋徽宗为了保命避世 不仅没有举重兵反抗 反而把王位传给长宰赵桓及宋钦宗 有句话说得好 有其父必有棋子 谁知宋钦宗和他父亲一样懦弱 竟派遣大臣与军中金人苟合 只要金人能同意罢兵休战 什么样的条件都大呀 但金国却拒绝与宋朝议和 一举出兵攻破了宋朝都城 宋徽宗和一批皇亲国妻都被金人俘虏 金国还向北宋提出赔款五百两黄金 五千万两白银的要求 但此时的北宋早已国库空空 无奈只好用皇室女眷抵债 金国规定地基每人一千定 宗室子女每人五百定 最终五十多名帝鸡和后妃 还有一万多名妇女被卖到了金国 去往金国路上 就有两位帝鸡被金军凌辱致死 而其中最惨的就是茂德帝鸡 一代帝鸡灭国后被迫成为五鸡 被清哥哥灌罪宋敌国 惨遭轮番羞辱 最终鼓道破裂而亡 来到金国后 一众人遭受了这辈子最羞耻的事情 那就是迁阳里 宋徽宗和宋清宗两人作为皇帝 被金人扒光衣服披上羊皮 吴福在前面给金国的祖先供奉 可以说是极其羞辱 但是茂德更为凄惨 当时他的贴身婢女被金人抓获 为了保命说出茂德的美貌 金人一听还有这样的仙女 就想辱来享受一份 随后金国二皇子完颜宗望 就逼迫北宋的两个皇帝 把茂德帝鸡送给自己 虽然送回宗心存父爱 但也没办法违抗金国命令 任由宋清宗而去 宋清宗晚上派人前往茂德府上 将其灌醉搞晕 混在五级歌女中 送到了皇子完颜宗望身边 完颜宗望看到如此貌美的茂德 心中燃起了无限欲望 便强行侮辱了他 自己得到满足后 竟将茂德随意赏赐给自己手下 任由他们轮番羞辱 本是高高在上的公主 皇帝眼里的宝贝疙瘩 但是到了金国却被沦为玩物 终于完颜宗望病逝了 茂德以为自己看到了希望 却没想到等待的却是更凄惨的生活 金国的宰相完颜西隐 早就对茂德的美貌寄予已久 如今终于有了机会 便使了手段 将茂德带回了自己府上 而完颜西隐 比完颜宗望还要残暴 整日强迫茂德做事 所有变态招数都用在了他身上 茂德每天都要面对 惨绝人寰的折磨 中间也多次想过自杀 但在金人整日看管下 根本毫无机会 他就这样在每日折磨下 度过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在第二年的时候 茂德就被金人凌辱致死了 死时衣不蔽体 浑身上下满是伤痕 而其下体更是古道破裂 用通俗的言语来说 就是直肠破裂 实在难以想象 茂德帝基在死之前 究竟遭受了怎样非人的折磨 当时的茂德只有22岁 可以说是悲惨至极 宋朝灭亡 遭殃的不仅仅是茂德帝基 还有一位帝基 竟是被至亲之人活活打死的 他就是柔福公主 一代帝基灭国后 被迫成为五姬 被亲哥哥灌罪送敌国 惨遭轮番羞辱 最终古道破裂而亡 靖康之变时 宋徽宗的二十多个女儿 全被沦为玩物 其中最惨的就是茂德和柔福 此时的柔福才刚刚17岁 是未出嫁的女儿中第二大的 因为未出嫁 也从未被他人欺负过的原因 柔福帝基被送给了金国皇帝 成了事件 但因为他长相并不是很出众 所以没过多久 金太宗就把他扔到了换衣局 换衣局并不是洗衣服的地方 而是金军的士兵后院 他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的其他姐妹 还有庶母为太后 在这里卖了几年苦力后 他被完颜宗贤看重 但同样没过多久 这个新夫君也对柔福失去了兴致 随便给柔福选了个汉人 北宋灭亡后 仅存的皇室照够在南京称帝 又过了四年 就在宋军与金国交战时 俘虏了一名年轻女眷 他自称是赵构的妹妹 将领们也怕杀错了人 于是派人将其送到南宋国度 但由于他们父亲是史上最能生的皇帝 先后孕育了八十多个孩子 所以赵构对这位妹妹并无印象 为了保险起见 他特意找来北宋时期的老公女 直到他叫出赵构的乳名 才被认定她是真的柔福 归国后的柔福又变成了高高在上的公主 赵构平时对她也是恩宠有加 但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这一场兄妹情深的戏码 却因赵构母亲为太后的回归消失云散 据说为太后在金国时受尽灵辱 甚至一天揭克数量高达一百零五次 后来还被迫送给完颜宗贤 给金国生下两个孩子 而当时的柔福也曾在换一局 对为太后的遭遇十分清楚 直到公元一千一百四十二年 南宋和金国的关系才逐渐缓和 为太后因此才回到自己儿子赵构身边 为了母亲生育 赵构故意将为太后年纪多写了十岁 而为太后得知柔福地基的事情后 一口咬定她就是冒牌活 还说真正的柔福早死在了金国 对事情一无所知的赵构 自然是更加相信自己母亲 一怒之下竟将柔福给杀了 可怜的柔福地基 最后成了宋高宗和为太后掩盖真相的牺牲品 最后一口咬定的柔福地基 最后一口咬定的柔福地基